哈囉,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刺狐 各位平常會用手機玩遊戲嗎? 如果你是蘋果的用戶 很多App需要透過越獄才能安裝 不過近期蘋果調整了他們的政策 讓復古遊戲的模擬器可以在App Store上架 詳細的內容我在上禮拜有發了一部影片分享喔 另外各位如果最近有在找遊戲玩 尤其是想要找一些玩法有趣又便宜的遊戲 任天堂方面在上週發佈了他們的獨立遊戲發表會 裡面有不少有趣的遊戲喔 同樣在上週有整理給大家 除了這些消息之外呢 這週在遊戲的市場上還有發生不少有趣的消息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本週的電玩亂報 把玩家的角色變超胖喔 說是讓玩家重新認識自己 各位如果有在玩那些可以自己捏角色的遊戲 你們會怎麼設計自己的角色呢 我之前在另外一個頻道有聊過相關的話題喔 以我自己來說 如果是第三人稱的遊戲呢 我還是會選個漂亮的女角 相信不少玩家也跟我一樣 會讓自己的角色很帥或是很漂亮 然而一款合家歡樂的遊戲 Pokemon GO 在最近的外觀更新上 就引起了玩家的不滿喔 這次的更新的主題是 重新發現自己 更新的說明上呢 是讓這款遊戲更加的現代化 然而這次的改版喔 卻打破了過去這款遊戲原本設計好的美術 這樣的結果就是 玩家們的角色樣貌直接變得面目全非 有人選了小麥色的膚色 更新後被強制漂白 有人的角色更新後變成超開的O型盾 有人的小蠻腰變成了水桶腰 甚至在網路上出現了巨大版的小光 由於更新的主題叫做重新認識自己喔 這下有玩家不爽了 哇靠你是不是在偷罵我們很醜啊 有些玩家則是覺得自己原本還以為 自己跟自己設計出來的訓練家很像 看來官方是在打臉他 實際上有趣的事情就來了喔 這個遊戲的更新 其實在之前就已經有推出過測試版本 推出測試版本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想玩家的社群回饋 也是相當重要的資訊之一喔 在當時就已經有大量的玩家反彈 覺得這個更新相當糟糕 但是官方在經歷了測試版被罵之後呢 就這樣在正式版當中推出了 結果顯而易見的造成了更多玩家的不滿 其實理性來看的這件事情喔 遊戲中的角色是玩家在一開始就創立好的 並且根據這個角色的外貌 有些玩家還會自己花錢 去買遊戲中的外觀服裝 卻因為官方的一次更新 把自己花錢打扮的角色變得不是自己喜歡的樣子 這種感覺確實很像在欺騙消費者 雖然目前網路上的玩家們的反應很大 但顯然官方並沒有打算做出改變 甚至有些玩家的反應還被傷聞喔 未來如果有變化再來分享給大家 這邊也蠻好奇的喔 各位如果有玩的玩家 會因為自己的角色變醜而退坑嗎? 歡迎留言分享喔! 玩個遊戲真的可以玩到改變人生 如果以前說玩遊戲能賺錢 我第一個想到的絕對不是比賽 而是什麼賣稀有寶物啊 幫忙找帶煉什麼的 這幾年職業電競的崛起 前陣子快打卡杯的冠軍事件等等 遊戲比賽的獎金還真的可以改變一個玩家的人生 然而就當我以為獎金的上限也差不多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一個震撼的消息喔 在上週公告了出來 我忘記了那個超有錢的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主辦的電競世界盃 在最近公布了遊戲的名單喔 以及這次的比賽總獎金 這次的比賽項目包含了19款遊戲 我們熟悉的APEX英雄啊 英雄聯盟啊 快打旋風6啊等等都有包含在裡面 而這次最讓玩家震撼的 就是公布出來的總獎金金額高達6千萬美金 成為了電競歷史上最高獎金的比賽 實際上總獎金喔 還是會分配到各個項目當中 所以不會是一人獨得 但是在每個項目上 獎金的分配也變得很高 例如有一些比賽會選出MVP 這次針對MVP的部分 就會發超過5萬美金的獎金 大約150萬台幣 是相當高的金額 另外這次的比賽還會有加入戰隊賽 職業戰隊可以報名參加多個遊戲項目 並且以最終成果來比較 誰拿下的比賽最多喔 前16名的隊伍呢 可以分總共2000萬美金喔 不曉得這次的比賽會辦得有多盛大 不過這個金額呢 確實真的可以說是改變人生 大家會因為獎金很高就去看嗎? 其實看到這麼高的金額喔 我很認真的在思考的是 這樣的金額真的是正向的循環嗎? 這些比賽所帶來的收益真的夠高嗎? 如果不是 單純是靠有錢人拿錢來砸 那這樣對這個產業的發展 真的就是好的嗎? 我內心沒有答案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們的想法 轉蛋法的出現吶 吊出了一堆妖魔鬼怪 遊戲當中的抽獎機制喔 我想各位應該都不會陌生 從早期的線上遊戲 到如今的手機遊戲 這類的遊戲的營運方式 就是透過把商品放進抽獎池當中 讓想要的玩家抽出來嘛 然而在過去呢 抽獎當中的機率幾乎是個謎團嘛 開始一切都交給了運氣 實際上掌握在遊戲公司的手中 即使後來在玩家的反應之下 有遊戲公司開始提供抽獎機率 但這些機率呢 也常常就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給玩家看看、參考就好 也因此各個地方在法律上 都開始推動了轉蛋法 要求遊戲公司要公開機率之外 實際內容也必須與公開的機率吻合 如果不吻合呢 可以進行法律上的裁法 而韓國在今年轉蛋法也正式上路 今年公開了機率標示的指南喔 結果這一公開 仿佛像是魚類一樣喔 把一堆妖魔鬼怪都炸了出來 在3月21號的時候呢 韓國老牌線上遊戲 7GMU Online 主動跟玩家道歉 誒說他們原本抽獎機率寫了0.25% 但實際上這個機率呢 是從150抽才開始 前面149抽的機率 其實都是0% 並且他們接下來會對於自己的行為 對玩家做出補償 除了他們之外呢 RO先進傳說Online 則是表示他們其實有多達200種物品 他的機率都是亂標的 並且最誇張的是機率差到了8倍 為此他們也在4月開始了補償措施 總之韓國的轉蛋法正式上路之後 真的是把一堆偷雞摸狗的廠商都炸了出來 老實說 作為一個過去都有在玩線上遊戲 跟手機遊戲的玩家 神秘的抽獎機率 也真的是勸退我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很難對於遊戲公司重新建立起信任 我想喔 如何找回玩家的信任 也是遊戲公司接下來要面對的一大課題 不曉得大家現在還會相信遊戲公司嗎? 你們是如何找回對遊戲公司的信任的呢? 歡迎留言分享 《百劍討妖傳奇譚》預計將於2024年內推出 《俯士4角落Goodlights》類型的RPG遊戲 遊戲預告畫面看起來的戰鬥畫面很不錯 敵人的攻擊上 看起來遊戲也有不低的難度 三個不同的角色搭配不同的武器 讓玩家在戰鬥上有更豐富的體驗 這款遊戲最吸引我的是它的美術設計 之後會持續關注 《Telabbit》預計將於2024年內推出 2D橫向的動作遊戲 這是一場來自兔子對人類的復仇 遊戲中我們要利用我們的瞬間移動能力 來控制兔子 整體遊戲主打的就是快節奏 看起來會有不低的上手難度 雖然遊戲玩法看起來很有趣 但那個畫面 我的眼睛不知道受不受得了 《賽道超級明星》 預計將於5月2號推出 《迷你賽車風格》的賽車遊戲 雖然是迷你賽車喔 但遊戲中的系統相當豐富 公路賽、越野賽都有之外 還有維修戰系統等等 看起來意外的有趣 遊戲有支援多人遊玩 這款我會想要嘗試看看 《航海王時光旅師》 預計將於7月25號推出Switch版喔 這款會上Switch我有點意外 這次推出的版本 是收錄了最佳DLC的豪華版本 另外還有專屬的水都服裝喔 大家會想要買Switch版本嗎? 《喵咪洞惡龍3》 預計將於8月8號推出 扮演一隻High J喵 展開冒險 目標是找到失傳已久的北斗之心 遊戲在畫面上有不同視角的冒險 整體的畫面風格很可愛 以獨立遊戲的姿態推出到三代 前面累積了不少粉絲喔 目前遊戲有提供體驗版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下載來試試看 《小貓咪大城市》 預計將於5月9號推出 扮演一隻迷失在大城市的貓咪 一路冒險尋找回家的道路 並且在路上可以跟各種流浪動物做朋友喔 整體的遊戲畫面看起來也相當可愛有趣 喜歡貓咪的玩家或許可以考慮 《超級猴子球》《香蕉大亂鬥》 公開實體版的預購特點 出氣焦 《軒援劍7》確定將於5月30號在Switch上推出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為了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亂報的支持 每週固定的亂報正在舉行連續的抽獎活動 每週我們都會抽出NSO XGPU其中一個的月卡 抽出的項目會在每次的亂報當中輪流喔 本週的抽獎項目為NSO 各位只要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對這次新聞的任何想法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就符合抽獎資格 中獎資訊會在下一週的亂報公告給大家 那上週XGPU的中獎觀眾是畫面上這位 請於三天內私訊我的FB專頁 進行身分核對跟領獎喔 接下來看看上週新聞大調查的結果 因為XGPU調整會影響購買意願的呢 只以一票之差贏過了不會影響購買意願的 不過這是亂報調查以來最低投票率的一次 或許參考價值也不高就是了 那本週的新聞大調查是 各位會因為遊戲改版把人物改很醜而退坑嗎? 歡迎底下留言區按讚投票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巴米通公布 4月8號到4月14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Switch平台 雙人成型賣出4832份 第九名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森友會賣出5342份 第八名Switch平台 斯普拉頓3賣出5729份 第七名Switch平台 Minecraft賣出5848份 第六名PS5平台 讓人崛起賣出6985份 第五名Switch平台 Nintendo Switch Sports賣出7962份 第四名Switch平台 超級馬力歐兄弟驚奇 賣出8881份 第三名Switch平台 碧雞公主表演時刻 賣出10736份 第二名Switch平台 馬力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11247份 第一名Switch平台 泡沫屋有史 賣出11553份 以上就是4月8號到4月14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這週有女星像遊戲拿下了冠軍 這款遊戲不支援中文 我對它的了解程度真的很少 要是有玩家了解 它在女星像遊戲中的地位 歡迎留言補充 本週比較意外的是 雙人成型的實體版銷量 居然還可以再次往上衝 除此之外 銷售排行整體的變化不大 期待下週的銷售表現 本週因為一些個人的原因 每週插GP暫停一次 下週會繼續用1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更認識XBOX Game Pass 那這次等電玩亂報呢 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歡迎 đến次回到之後